你年轻一代为何偏爱金豆豆 散金豆是投资黄金的好选择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ACY证券经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近期中国大陆地区的黄金价格涨势惊人 随着金价暴涨冲上了热搜 不少投资者也开始追涨 黄金饰品的需求量随之骤身 金行也是门停落势,供不应求 到了今年9月份 黄金的零售客价已经突破了600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大妈们正在狂买黄金饰品 不过有意思的是 投资黄金也在年金的群体当中流行了起来 不过和大妈不同的是 年轻人更喜欢买金豆豆 一粒金豆的重量往往在一克左右 不过由于无需加工,客价远低于金饰 而单粒金豆的价格便宜 年轻人便把这当作了最新潮的存钱方式 每个月买上一颗存起来 看着存豆罐从空到满 是非常直观的财富累积 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投资者 金豆豆并非是投资黄金的最佳选择 虽然金豆的价格远低于金饰 但毕竟还是加工品比起金条没有价格上的优势 人工和店面的溢价会导致买卖价差极大 一买一卖之间可能就会亏损10%以上 不过除了这些以外 最关键的还是大陆的金价有些涨过头了 对比国际的金价能够发现 从5月中旬开始 国际金价不断地下跌 而大陆的金价却在持续地攀升 两者价差不断地扩大 到了今天 大陆和国际的金价之间的溢价已经超过了5% 这种程度的溢价实出罕见 体现了大陆地区对黄金的强金需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背离 主要原因有两点 分别是货币的贬值以及资产的抛售 但两点发生的时间是一致的 从5月份开始 受到经济数据走弱的影响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滑 令投资者更加青睐黄金 而8月份碧桂元的债务问题 不仅导致股票和地产的抛售 还同时令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贬值 加速了大陆金价的上涨 总的来说就是境内的避险需求 令大陆黄金的溢价飙升 不过如此大程度的溢价 就没有套利的空间吗 难道没有人从境外买黄金原料 到大陆地区加工并售卖 原因在于大陆对黄金的进口限制 进口供应不足赶不上需求的增长 自然造成了持续的溢价 不过为了解决黄金的过度溢价 中央银行已经在两周前 取消了临时黄金的进口限制 考到国际低价的黄金 即将流入大陆市场 溢价终将被回补 中短线应该以大陆金价看空 国际金价看涨为主 从国际金价日线图来看 价格形态并不算好 呈现三角形的向下收敛结构 100日均线向下 价格压力不小 不过1900关口支撑力量较强 在没有跌破之前 可以考虑左侧的粉低看涨 线价下方的入场点位 可以关注1905附近 一旦跌破1900大关 就需要及时的止损 上方的阻力可以先看1930 长线趋势看涨 可以等待价格突破1950的底部颈线位置 再行入场布局 那么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